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脑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趋势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还在用电脑吗 用电脑 会用电脑的请举手 下班回家 还会用电脑 一个 还有没有 没有 那用手机的请举手 好 很好 来 请放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用电脑用的 比手机少太多了 除了工作必须要用之外 你在办公室可能当 就是文员的时候 你会用电脑 可是你回到家里面 基本上不会用 那 大家电脑用了那么久 你知道电脑过去 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吗 我们电脑呢 从大概1942年开始 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脑 被发明出来 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这位阿塔纳索夫 还有她是一位教授 然后呢 还有她的学生 Berry 那就发明了第一部 全世界我们现在定义上的 现代电脑 它是有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脑 那 它能干嘛 它大概只能 做一些很简单的计算 跟你以为的 能够 我输入什么指令 有什么画面 那完全不一样 那那是一个三极管的电脑 在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呢 是 很久很久以前 也就是1942年 算一算已经80年 80年前 出来的第一部电脑 那大概我们说 从1980年代以后 到现在 到今日 我们所使用的电脑 是属于 定义上 属于第五代的电脑 那这个第五代电脑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比如说 再早一点 大概二三十年前的 长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的瓷片 有一个 2.5存 大概这么大 那塞进去 关起来 然后呢 去读那个资料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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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速度又很慢 一張可能還沒有一Mega 沒有一兆的儲存量 到後來越來越厲害之後 你不需要旁邊有個主機 你就可以直接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面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這叫做All-in-One 簡稱叫做AIO AIO電腦 後來你可以發現 現在在比如說一些 銀行 或在一些公家機關 他們可能會用類似像這樣的電腦 再來我們就有筆記本電腦 再來我們就有平板電腦 這個是隨著技術的進步 隨著芯片越來越小 越來越輕薄 我們可以做到越來越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 比如說你現在手上用的iPhone 或者是你現在用的平板 iPad 你裡面的那顆CPU計算機 計算器 它的能效 它已經超過當年 阿波羅計畫 飛上月球 所用的那個電腦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電腦的現在 來 有沒有人 不認識上面這些牌子的 這個是什麼 聯想是上面 下面這個叫什麼 IBM IBM 你知道IBM全名是什麼嗎 IBM全名叫做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這個國際商業機器 那旁邊的 這個是什麼 會譜 這個呢 外星人現在是戴爾加的 有沒有人買外星人的電腦 太貴了 不是它太貴 是你信仰不夠 在這麼多的品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列出來的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品牌商 叫做品牌電腦 那他們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們賣電腦 在我們說大概1950 60 1980年代的時候 他們自己做電腦 可是後來他們不做了 所以他們就給到代工廠 也就是像 人保 我們這樣子的公司 OK 那 這些電腦品牌裡面 其實 我再讓大家猜一下好了 第一間成立的公司 最老的公司 是哪一家 沒錯 IBM IBM成立於1911年 它是一家 非常老牌的科技公司 可是當年呢 它也只是做計算 只是 計算 塞進去那個機器裡面 然後拿出來 那個時候 1911年電腦都還沒發 還沒發明出來 所以IBM的電腦呢 那個時候其實不是做電腦 它一開始只是做一些打印 計算的工作 到後來它才開始在1950年 它才開始進入到電腦的領域 那 其實 大家可能會很驚訝 如果不算IBM的話 最早進入個人電腦領域的 其實是蘋果 它是1976年成立 1976年就開始做出了 第一部的蘋果電腦 那後面這些都是後來者 那在這麼多的電腦品牌裡面 全世界前五大 前五大 大家知道嗎 這邊其實有寫 好 那我再問個問題 你們知道去年2021年 全世界賣了多少台電腦嗎 那2022年呢 全世界賣出了2億9千萬台 2億9千萬台電腦 是什麼樣一個概念 我也不會講 反正2億9千萬很多 那 這麼說好了 成都廠 人保成都 我們去年做了多少台 小不小的 不知道 去年成都廠 我們出了 1100萬台電腦 我們在 21年的時候 全年我們出了1300萬台電腦 聽起來有沒有很 聽起來好像 跟2億9千萬比起來 我們算什麼 非常少 對 非常少 可是 稍後 你看到那個數字 你會發現 哇 其實我們出的還蠻多的呢 OK 好 那 去年看起來很多 可是21年出了更多 你知道21年出了多少台嗎 3億4千萬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買電腦呢 對 就是有那麼多人買電腦 可是 今年呢 今年可能就 不會有那麼多人 剛剛講的 我們說前五強 全球前五強的品牌電腦商 總共6800萬台電腦 惠普出了5530萬台 戴爾出了4980萬 蘋果 華碩 還有其他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算一下數學的話 你會發現呢 前五大 出了全球80%的電腦 剩下20% 由其他廠家來分擔 你會想說 那這樣華為榮耀呢 不好意思 很少 小米呢 小米也很少 什麼北大方正啊 還有什麼其他的 非常少 就是 也許你是某個品牌的支持者 可是 你會發現 當你跟這五大 五大豪門比起來的時候 其實 原來他們真的很大 他們真的很大 OK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一個 供應鏈的問題 在這個電腦的產業裡面 我們 人保電腦 或者是說 其他的ODM 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的是組裝 那我們說在整個 產業鏈 或說整個生態系裡面 我們這樣的公司 或說我們這樣子的 工廠 我們處於的是一種 中油的位置 那什麼是上油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大概像CPU 處理器 像什麼 IC啦 面板啦 機構啊 軟板啊 這些東西 鍵盤啊 機殼 這些都是屬於 上油的產品 所以 有時候我們 產線 開不了線 為什麼 因為缺料 為什麼缺料 因為 IC來不了 為什麼缺料 因為 缺隔震盪器 這個事情 我們在2021 最常發生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需求非常的緊缺 因為 剛剛有講到 我們在21年的時候 總共全球出了 3.4億台電 當然這個裡面 包含了 平板 包含了你的筆記本 包含了桌上型的 桌機 那當你需求突然變那麼龐大的時候 就會缺料 那我們常常就有可能 組不了電腦 那ODM 我們這樣的公司 在這個中間 我們是一個組裝的角色 那最後呢 我們組裝好了之後 誰賣 品牌廠來賣 所以剛剛講的 比如說像 惠普 像Dair 像蘋果 像聯想 他們是負責賣電腦的 他們做的是品牌 我們做的是實體的工作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ODM ODM就是我們 什麼叫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說中文的話呢 就是 我們設計 我們製造 可是我們不賣 所以我們所在的位置 是在一個保稅區裡面 那我們的東西 理論上來講是 沒有稅的 那我們賣的東西 只能賣到海外去 或者是我們賣給國內 可是要另外再去加稅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人問你說 你在做電腦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買 不行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什麼 員工優惠 沒有 我們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你會發現說 上游的零組件 他們做零件 中游的系統廠 就是ODM 我們組裝 最後下游品牌廠 去賣電腦 那這個時候又可以 牽涉到的就是 ODM 我們這種系統廠 組裝廠 那接下來我們說一下 為何選擇雙流呢 為何選擇雙流 當年我們 人保剛到成都的時候 雙流這邊因為給我們 比較好的環境 那正起的服務也是 很到位的 所以我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困難 這邊街道辦 或者是這邊的領導 都會給我們很好的協助 那我們大部分的同仁都住在雙流 都住在我們社區裡面 這幾年我們的幸福感越來越好 有這個空間 閱讀空間 有旁邊有那個 羽球場 旁邊的那個足球場也重新鋪過了 所以喜歡運動的 喜歡讀書的朋友 喜歡聽音樂喝咖啡的同仁 都可以在這些地方活動 那說真的這是一個做得很好的社區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 這邊的地方的領導 能夠這麼用心經營 也讓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這個地方 來做這樣的這個講座 那還有對我們這些困難員工 培訓 感情培訓都有政策 那這個是我們非常感謝的地方 好 那講了這個過去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電腦的未來 ODM的限制還有困境 剛剛講了說 在這個產業裡面 我們除了上游做 原物料做 原件的企業之外 中游就是我們這種 代工廠系統廠 然後下游就是品牌廠 那我們在這個產業裡面 我們在這個生態裡面 我們有什麼樣的困難呢 我們的困難其實第一個 利潤為薄 大家知道說 我們做 我們的利潤是多少 你知道嗎 有沒有大概了解過 人保 去年 利潤 我們說毛利 毛利大概百分之 好像百分之三還是百分之四 淨利潤呢 百分之1.7% 所以在我們這個產業 我們有一種說法 一個叫毛三道四 毛利只有三道四 不是那個毛三道四 後來呢就變成坐二望一 不是說我們要跑第一名 而是你的毛利值怎樣 百分之1 有沒有這麼慘 真的有 所以呢 你會想 哇那我們去年多少 2400億人民幣 如果我們只有百分之一的淨利潤的話 那是多少 24億而已 那你想想 那我去馬路邊賣牛肉麵 可能賺的都比這個多 利潤都會比這個好 或是啊我不要賣牛肉麵太貴了 我去銀行放 一張 禮財產品好了 百分之三 可以嗎 可以 啊 啊 禮財產品沒有百分之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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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啊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那我們幹嘛做電腦 我們利潤那麼的薄 啊 你今天 做一百億 搞半天 你最後拿到手只有一億 好 2400億 最後你到手上只有了 24億的淨利潤 想一想真的很悲催 想一想真的很心酸 好 這個是我們的困境 第二個 招工日益困難 我們現在真的不容易招到工 好 因為 啊 慢慢你會發現就是 啊 越年輕的 這個 這個 朋友們呢 他們寧願 去便利店打工 以台灣為例 台灣的 高中生或者是大學畢業或者是高中畢業 他寧願 我去便利店吧 為什麼 因為有冷氣可以吹啊 外面熱的要死我幹嘛 對不對 沒有人想去搬磚 沒有人想去工地 沒有人想要去做這種 體力勞 體力勞動 很累的活 那在產線大家覺得好煩啊 我不要去 所以我們也發現在台灣招不到工 那我們在內地我們一樣也招不到工 因為 大家覺得說在產線是一個滿無聊的工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趨勢是什麼 這邊要請大家記住幾個字 我想應該大家都曉得了 AI 什麼叫AI 人工智能 沒錯 在很多的電影小說上面 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到人工智能 對人工智能的描述 那我們最近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相關的新聞 最火爆的就是Chat GPT OK 你可能很難相信 這個是我在準備今天的這次演講的時候 我準備到一半 我想說 那我來問一下Chat GPT 我要演講 我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給了他我的題目 簡報從ODM角度看電腦未來發展 你有什麼建議 你看他給我的建議是什麼 定義ODM 市場趨勢 技術趨勢 產品發展行業展望 在製作簡報時 請確保使用清晰的投影片和圖表 使觀眾更好地理解你的內容 此外應該練習簡報 確保你的演講流暢 內容豐富符合時間限制 有沒有很厲害 有模有樣跟真的一樣 好像真的一個人在電腦那邊 告訴你要做這些準備 而且他這個回答 他只花不到一分鐘 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或者說他的學習能力非常強 他給你東西 跟一個老師告訴你的答案都差不多 好這個是文字的Chat GPT 大家可能不曉得另外還有一個叫 我不知道該念Dali還是Dali 這樣的另外一個圖形的AI 我在這裡我輸入了什麼東西 我輸入了一個 A man struggling in preparing a speech 一個人現在很頭痛的 在準備一個演講 我就在講我自己 那他就給我出了四個圖 你覺得這是真人嗎 你覺得這個是真人嗎 你覺得這個是真人嗎 不 他都是AI畫出來的 OK 他就給了我四張圖 你可以自己選一張 所以我就把它都解下來 再一個 再一個 Martian Steady Life 火星人的日常生活 他給了我四張圖 有沒有很可愛 所以 AI它已經開始越來越多的運用在我們的生活層面 所以未來的趨勢 AI一定會大爆發 那AI的爆發它代表著什麼 運算 還有電腦 或者是服務器 它的需求會變大 因為 大家每天都在問 每天都在問 AI說 你可以告訴我今天出門要穿什麼嗎 你可以問他說 我明天要考試了 你可以告訴我怎麼準備嗎 他可以告訴你幾乎所有的答案 幾乎 OK 所以真的很厲害 那當然現在它還只是文字形式的 那假如哪一天它已經可以變成 能跟你對話 能跟你用說的時候呢 那就更厲害了 如果現在有誰用iPhone的 有沒有人用iPhone 有用iPhone iPhone那個Siri 那叫人工智慧嗎 不 那叫人工智障 你跟他說 嘿Siri 今天天氣如何 他會告訴你 可是你有時候問他一些別的問題 比如說我問我的Siri 嗨Siri 現在海拔高度多少 他會回答我說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喔 我的Siri回我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種人工助手其實是很爛的 可是當他能夠跟ChatGPT這樣子的 聊天機器人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這樣子的 系統搭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 很有威力的工具 那對未來來講 商機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未來不管大家做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在生活上的應用 請你記住 AI是未來我們跑不掉的 而且會每天融入到你生活裡面去的 一個東西 這地方推薦三部電影給大家 第一部叫做 舊腳AI 2001年 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的 第二部是 iRobot 第三部叫做 X Machina 那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雙流空港 新居民大學 我們這個閱讀空間 旁邊都是書 所以呢 順便我也來推薦一下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看一下李開副 李開副先生 他寫的AI新世界 這個是2018年出版的一本 對於AI未來的發展展望的書 那在華人圈裡面 李開副先生 他如果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 他在AI的領域 他可以算是非常資深的前輩 也是專家 所以呢這本書 他裡面講到了很多 比如說從發明的年代到應用 那中國崛起成為AI強權 兩岸對峙的七巨人 這兩岸是太平洋的兩岸 他講的是 雅虎 Amazon Google Facebook 還有對上 中國的 百度 百度 阿里跟 小米 大家有空的話 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本書拿來讀一下 你可能會對AI有另外一層的認知 你可能會對AI有另外一層的認知 這也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讓我們一起期待 最後呢 一些keywords 大家可以記一下 比如說 branding company 品牌公司 剛剛講的 蘋果 戴爾 惠普 聯想 ODM 原廠委託設計代購 也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系統廠 supply chain 供應鏈 上游 中游 下游 我們在中游的位置 再來是AI 還有元宇宙 這個 一些 比較重要的keywords 大家可以記一下 那慢慢你會發現 在你生活裡面 常常都會遇到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